重庆卫视 出场顺序是李浩婷拍的 我觉得闹翻闹翻哦 你是要让我淘汰吗 今天不是你走就是我走 今天是上台电台会 不定的动一直要动 本来就有一些恐高嘛 我总怕掉下来 我最担心的就是你 因为站都站不稳 有人家说他什么都不会 装风卖撒其实是非常厉害 都让你们装风了 我跟你说最后一次 我下次就把你淘汰 谁将离开这个梦想舞台 中国超模八进七争霸赛 即将上演 本节目由专业瘦身 领先品牌绿瘦 与补水面膜 只用魔力鲜严 联合冠名播出 勒米亚为美妻冠军提供服装奖品支持 勒米亚优雅女人精致人生 之前我妈妈要跟我断绝母子关系 因为当时我选择高跟鞋去跳舞 我妈妈不理解 但是我现在一路坚持了三年 我一直在不停的努力 我妈妈看到了我这样的一个成果 我妈妈现在很理解了 给了我很大的一种动力 让我越要越要越坚持 摄像风也一直在 我的老板们 房间喊 被烦死了 起床了 我们今天锻炼 一拳在捣乱 一拳拿着这么大一个喇叭 干嘛 今天我们锻炼了 当时想完了 肯定会累得要死了 草莫 书女们 早上好 我是Alan 我专注健身和营养咨询 今天我准备45分钟训练 为了让超模学员 拥有更健康 骄人的体型 橄榄健身的梁佑忠教练 将给大家带来 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表现最佳的学员 将获得挑战赛的优势 我的天哪 怎么练了 疯了 我之间的心跳 简直是醉了 那么我们开始 第一个运动我们做是俯卧称 开始做 一 二 三 四 五 来吧 来吧 五 五 五 六 不停地喊大笑太吵了 多人都在特别排斥到我们就说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我也不想喊 已经不行了 很痛苦了 明天都要早起健身 今天它特别的异常 哪边做几个动作 你叫魂呢 听击表 听击表 我顺蹲 下去 go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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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下去 慢慢下去 太宽了 太宽了 看见了我又偷点懒 华思琪他真的很懒 他真的懒爆了 他在我旁边是一直在供应我的笑场 但是我很努力的 我觉得我自己最好 不可能 还有一个 倒抬腿 开始 g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太慢了 good 做好 继续做 跟着插头 做 我表现是最好的 做得很快 很标准 刘晓婷做得一场好的 一直都非常努力 快 来吧 10秒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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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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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回就全部呐喊出来 还是挺爽的 好可怕 就看到都飞起来了 整个人 好像什么的感觉 整个肚子就很难受 实在是控制不住了 oh my god 健身狂魔还吐了 low啊 非常想骂他 太抢镜头了吧 这个大型机表 刚才不应该喝这么多水 刚才不应该喝这么多水 好 你们台独不太好 不太认真 所以我选 李浩婷 浩婷表现挺好的 李浩婷是表现挺好的 因为很努力 李浩婷 做好 你们认真 很努力 你在下面的挑战中 挺的有事 我们一起吃健康的食物好吗 好 有力受精心准备的健康早餐 好爽啊 好不容易吃到一顿 这么丰富的早餐 非常有燃料的早餐 你做完的季后 你要吃多一点蛋白 蛋白 这个是 还有就是这样 酱奶酱 都是很健康的 教练跟我们讲了一些 什么一些常识 早上怎么吃 怎么吃菜健康 我也分享了一些 我的小经验 我一般就是做蔬菜渣拉 一般早上都会吃菜 肯定会吃一份 然后肯定会吃蛋 就是中午是吃鱼 还有一些就是菜一类的 但米饭跟面条 我吃的很少 然后晚上一般 就喝点蛋白粉 或者喝点果汁 就去健身 我可以这样 就习惯了 你们做模特 你们的身材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吃了食物 然后刚刚吃了 对 我都吃了很开心 特别高兴 特别好的早餐 所以因为今天我们刚刚开始 还有一场 特别的T台时装球 那挑战一定很难 因为已经是八强了 怎么可能 进入这么轻轻松松 一天就结束了 怎么可能 听到这个消息 简直就天都快塌下来了 本来就没这么简单 努力就好了 用力就射走 挑战里面我都一直抱怨 为什么一直都是硬招硬招硬招 你给我来这T台好不好 T台今天来了 我必须拿下来 大家好 大家好 我首先要介绍我的好朋友 来自康泰纳市 时尚设计中心的行政总监 司马登明先生 大家好 很高兴 VOL和GQ材志 和中国常谋节目 一起发现 下一位有潜力的中国常谋 今天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秀 在等着你 障碍梯台挑战赛 学员将通过坡路 镜面 台阶 钟摆 和旋转梯台 五大障碍挑战 这将全面考验学员的平衡感 节奏感 以及临场应变能力 考验的是模特在梯台上 最全面的素质 2007年 Bendy的长城秀 Chanel的太阳能风车秀 标新立异的梯台设计 提升了整场秀的视觉冲击力 今天的挑战赛 女生需要穿上高跟鞋 我要是男生就好了 还能穿平底鞋 男生也需要穿增高鞋 李浩婷 你是今天早上 体能训练里面非常突出的一位 大家的顺序都掌握在你的手中 同时你可以穿运动平底鞋 草体给你 我对自己草有心情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我很期待你们今天的表现 加油 当我看完那个场地之后 我觉得真的是蛮难的 在电视上也没有看过 模特这样的状态 顺序准备好了吗 真的 要不要说呢 当然要告诉我了 你不告诉我告诉谁 我是第一 真的吗 我是考虑到他 赵主任本身对踢台不了解 所以我就让他安排在第七 让他看那个大屏幕 更加好的在踢台上展现自己 我穿这场秀由我跟他主导 OK 一个开场一个比较走 一个闭场是吗 对 因为前两次的成绩最差 所以卢塞老师给我起了一个外号 叫王大呆 我从这一集开始 给你取一个名字叫王大呆 我自己觉得 我不是太喜欢这个外号 所以我这两天非常的努力 我和李奥田关键比较好 他就给我放在了压轴的地方 因为除了开场 最后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的挑战对男生比较有用 是因为男生没有高跟鞋 男生虽然穿着中高鞋 也都比女生多了 如果说女生都没穿着 男生虽然穿着的话 男生也就真是够够的了 然后脚面太宽了 你试一下这个吧 我就看他的鞋真的穿进去 就是给他穿去换一下鞋 什么也无所谓 那这鞋太舒服了 其实他平常在生活中 挺照顾我的 可能在踢台上 把自己舒服的鞋子 绕着你的小伙伴 这种感情一定要珍惜 我们是在比赛对吧 就是可能 大家都应该考虑到 自己的一个利益关系的 我觉得 因为鞋子对我们那时候太重要了 不要把就是 平时生活中的个人性感 参加到这个里面去 影响自己的一个成绩 我要做第一 我要主导这场秀 踢台拦不了我 上波下波 这个就太简单了 就直接忽略了 走一个撒满细节精的玻璃 会非常的滑 我穿的平底鞋也非常的滑 我可以想象到 女生是有多么困难 我觉得李浩婷 她其实人真的很好 她主动就是把自己 安排到第一个 她不想让大家一上去 就遇到困难那种 非常好的挑战 因为这个是 对他们所有技能 平衡感 以及综合素质 经过这些训练之后 会有一个加速的进度 Hest Dream在这个车上 第三个是 白钟 因为我就受不了 就在眼前的那种挑战 特别是那个钟板 因为那种是最恐怖的 是 太帅了吧 因为她的步伐非常的轻松 走过钟板的时候没有停顿 摆中 你只要掌控了自己节奏就可以 棒 最后面的那个转盘 转盘是顺时针的 我觉得你就应该 顺着她的盘去站 这是第一个 就我分到那个薛的水材特别高了 我不管是走得多难看 我一定要走回去 我不能摔跤 我这是来到一个闯关节目了吗 怎么会这样 一个冲刺冲着那个铺 完全杀不住咱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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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子上面撒了一层洗蟹精 我就崩溃了 摩擦摩擦 架架光滑的地上摩擦 一步两步 是哪里的舞台 完了完了 我当时心都吐吐了 谁家走去会有这种舞台呀 这种游戏是很难的 对 对 即使你失败 你的脸也需要看起来 对 表情都森明了 表情不对 那没有办法 挑战赛马 硬了后比也要上了 来 数据自然吧 因为我平时走台不都很稳 觉得上挑战应该还OK 不会有什么状况 左脚先生 李雪实力其实挺强的 他做模特儿其实挺棒的 我完全没想到怎么会滑下来 也挺郁闷 我只是很郁闷 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以他的那个 那这么难啊 那这么难啊 我真是捏把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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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定觉得她在走 就很滑 这里很滑 如果她再倒了 她就能够了 当时我的心就感觉就被揪起来了 因为太恐怖了 一屁股坐在地上的时候 哇 吓死宝宝了 妈呀 真的很滑 不是开玩笑的 想不通 已经能马上过去了 还摔了一脚 特别丢人 一个那么强实力的学员 竟然摔了三次脚 这不应该 我从来没有摔过脚 就是走台的时候 就没想到 这个节目上摔成这样 就有点丢人 我的面子上实在是挂不住 真正是有点关系 我实在是有点忍不住 太害怕了 真的为她很提心吊胆 状况百出 我觉得她完了 她完了 她又完了 她觉得完了 真的有点郁闷了 就可能脸上会有点失望 会带出来 有点胃吧 我觉得 运气不好 千万不要让她离开 唯独一个让我觉得简单的人 我不希望她也走 觉得大家真的要好好回家锻炼 太弱不禁风了 我原本鞋是刘健夏现在穿的那双 因为她之前那个鞋有点挤脚 然后我感觉我那双鞋她穿的合适点 我们就很想挑换了一下 千万别因为这鞋在啥呢 经常生活中我们两个就是说 那种不分你我了你知道吗 这双鞋跟你选那个一模一样的 你选摔了吗 不是真的 这个鞋滑到 真的上得上得去的一个破 怎么办 我知道这种我还挺胸 这是在比赛 为什么思琪会把她自己的鞋让给她 她不穿 特别不好我 他吓死了不行了 他们的鞋 思琪把自己的鞋换给了刘璇夏 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她真的很傻 所以我也是挺担心的 黄思琪主动把她的关闻鞋 借给刘璇夏的 因为她的人挺好 我挺喜欢黄思琪的 换个鞋无所谓 就可能我那根高一点 抖一点 这女孩有个舞台 我认为她比较好 对 她说她很平衡 对 对 由绿兽与魔力先言联合冠名 中国超模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怕那个东西会弄伤我 拍完了 她觉得完了 今天的时尚代片才会 不定得动 一直要动 她就有一些恐高 我总怕掉下来 我最担心的就是你 因为站了站不稳 我跟你说最后一次 下次就把你淘汰 谁将离开这个梦想舞台 中国超模八戒七争胞赛 正在继续 你说她很平衡 对 这双鞋跟李雪那个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我觉得鞋是硬伤 绝对是硬伤 她绝对摔了 真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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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还好 没关系 没关系 摔就摔 你要把自己放轻松 不要太紧张 但是你身体不能松 真的 走这种梯子 你身体不是不能松 她为这 我爱 我之前就是那种穿平底鞋 走不好了 还晃了那种人 尤其是第一个李雪她摔纳的时候 我们特别紧张 她是唯一的人 她好稳 她好稳 最棒稳了 现在最棒 最棒的 刘先生 刘先生 她那鞋真的是挺好走的 因为鞋子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如果我要是私企的话 我可能不会考虑去让给别人 穿那个鞋 比我往常 就是穿的几双鞋 都是舒服 而且不是说那么够 是这双鞋 最棒的 最棒的 绝大部分 还是因为这个鞋 就行 给劲了 做吧快点 其实我一直会 当大家的面说 一层是心机表 不 这样说 她就是个老好人 进入这么久了 她还是跟你保持这种距离感 她的level比你高 不想跟你聊天 这种感觉 如果非要一个女孩 我会选一层 因为就很少机会 可以跟她融入一个圈子 我真的很痛苦 因为性格原因 还有一些交流说话 因为别人对你 不是一个认可的态度 真的是很痛苦 谢谢 这个男孩 这个男孩 也很厉害 我们觉得今天 如果运动得多一点的模特儿 应该会比较深的比较好 哦哦哦 我只是一个大二的学生 我对模特这个概念 比较 真的是一点不了解 一直脑子里面乱乱的 都不知道自己该怎样面对的 你太难忘了 我真的是醉了 那是什么呀 让我觉得她一点都不自信 不具备一个模特的素质 挑战的时候表现的 并不是很好 我觉得这一次 我有可能会走 会离开这个舞台 他还是摆了这个姿势 还是扭发了 这个男孩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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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好多 照着我呢 连女模标准生涯都不到 但是我垫了很多内增高 有四层 她的身高 真的是硬伤 怎么会打海冠呢 你没输了 你没输了 我为了输了 我为了输了 就差一点摔倒 始终觉得 能不能不具备有模特的气质 不够身高 好 王川说他想押走 然后我就给了他押走 因为除了开场 最后一个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已经是八强了 所以努力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呆瓜在这边可能会摔了 好 非常好 同时 这个是 他很稳的 很稳 真的非常的淡定 而且他是唯一一个看起来很像模特的男生 我看完家走的黄文川之后就觉得太稳了吧 怎么办 怎么赢他 确实刘耀婷的条件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可能会超过他 身材和长相方面 他确实不是我的对手 好 好 我觉得我表现的最好 我是第一 我要做第一 你们都经过今天这个非常累 非常辛苦的挑战 体能训练 你们也知道 身体锻炼体能的素质 对一个模特来说有非常的重要 不仅仅是那张脸 那个身材 是综合素质 李浩婷 你今天非常棒 第一个走的 非常自信 谢谢老师 王仁川 今天自己觉得怎么样 还行 我觉得你今天的表现让我刮目相看 你是唯一一个选手 走过很滑的地方的步调 跟在平地上一样的 其他选手都有在减速 所以我觉得你放棒了 谢谢 我就想着 完全走得太好了 就心情有点很糟 就不知道怎么办 应该是我第一的 我开场了 李雪 自己觉得今天怎么样 特别烂 没有想到是这样 你刷了之后 你的不自信 全部写在脸上了 李思佳 还有你 你不是在通宽 你是在走机台 你害怕不要写在脸上 一场 因为你好像是最健康的一个 我以为肯定是你 会走得最好的 以后开始走 觉得 怎么会好像表现得不太好 不能放弃 我想看自己有多大的潜能 还能做出怎样的一些大片 还有一些挑战赛 所以说我真的 不想离开这个舞台